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跨年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23年 最后一次的播出 也是现场直播 那也是12月的我们这个抽奖 来来来来 抽奖的时间到了 来我们的奖品 就是这个纪念T恤 每个月例行的纪念T恤 这个是我们飞着电台 之前这个台庆的时候 这个绝版的 绝版的这个质感非常好的 绝版的T恤 那另外我们今天加码的奖品是这个 我们给镜头 如果你有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看一下 这个是韩国瑜亲自签名的 这个2024的拙力 这个到底叫月例还拙力 反正你抽到了 寄到你手上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来 谢谢韩市长 这个2024的这个 最近被骂得很惨 来来来 我们的扣印电话是 022363995 控日2363 之前就是我们历来抽奖 有中过的朋友就不用再打了 因为我们的电脑里面都有资料 你中过就不要再打了 你抽中也不算 我们要把机会让给 从来没有抽中过的朋友 022363995 我们就送一位听众朋友 独得这两个奖品 好不好 这个纪念T恤绝版的 有钱也买不到 这是韩国瑜签名的这个 这个2024的这个 这个也买不到 这个有 这个两个都是有纪念价 但有钱买不到的 我们看哪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能够抽中 我们只有一份 比较 比较寒蹭一点 大家别见笑 这个奖品有限 谢谢大家 这个长期以来的支持跟捧场 那江平就是这一位 看哪一个幸运额 这个是2023跨年的这个 加码 好不好 我们我们线上 我们四个 这个 这个Coin的专线灯都一直跳 我们稍微洗一下 让这个Coin部队 跟从来没拿过的朋友都能够有公平的机会上线 那抽到谁我也不知道 这个奶油桂花手 按到哪一线 按到谁就是谁的啦 一切都是这个 不好意思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要讲这句都会卡住你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来来来来 总要面对的时候 只有一位能够中奖 还微洗很多次了 这个很公平的啦 好不好 抽到这个一切都是 都是运气啦 好不好 来来来 你好你好 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住台中 我姓郑 台中的郑先生 恭喜你得奖 郑先生 谢谢 你获得这个绝版纪念T恤 还有韩国瑜的签名 2024的这个 对对对 郑先生 电话不要挂好不好 电话不要挂 恭喜你 谢谢 来 我们这个 由我们的这个贺姐小编来处理一下 这个台中的郑先生 恭喜他中奖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不好 那没有抽中的朋友呢 这个 下次再来 怎么办 我只有一份奖品 台中郑先生 你运气真好 待会这个 这个去买个乐透 看会不会这个 喜上加喜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很抱歉啦 因为 没有太多的这个 谢谢贺姐 谢谢 现场朋友不要再打了 因为没有奖品了 奖品已经送走了 你不要再卡 再卡 我也没办法 而且我们也没有要开扣印 这个恭喜台中的郑先生 那个没有抽中的朋友 也可以去买乐透啦 我们自在参加嘛 那奖品非常的 这个 这个是纪念性的啦 这个你都外面有钱 你也买不到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抱歉过说 本来在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本来是打算要开放扣印的 那因为种种的这个因素的考量 最近大家 有些听众朋友 有些网友的情绪非常的亢奋 对本来准备好 有备而来要call in的朋友呢 我特别的感到抱歉 就是说 在11月24号蓝百合之后 已经准备好了 想要侃侃而谈的听众朋友 我们后面call in都没有开放 这一点我还再度的 借由这个2023岁末年中的机会 再次跟大家说对不起 没有办法 这个给大家最好的服务 call in的部分 是我自己的片面的决定 我们就还是 以节目的进行为主 就没有再开放call in了 这样子 也提前跟大家讲 大家也不用再期待 然后对那些call in部队 或是准备打电话来乱的人 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乱 因为真的是 特别是 最近这几次的选举 我的感觉是越来越乱了 就是网军的猖狂 网路的认知作战 还有那种 在各直播聊天室流窜的那些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相对于四年前 还有去年的九会议来讲话 我真的是觉得越来越乱 那乱到有点 不知道怎么收拾的 好 那我也要在这边 跟听众朋友报告说 就是在整个大环境 越乱的时候 我们越是需要 这个冷静跟理性 距离投票还有15天 两个礼拜之后就投票了 那今天是12月29 1月13我们就会进行四年一次的这个大选 我们先跟大家做节目预告 就是下个礼拜一 就是2024年的元旦 民国113年的这个1月1号的元旦 我们一样有非得晚餐的节目 但是呢 因为我们电台政策的关系 所以下个礼拜一 这个元旦的节目呢 我们就不是现场直播 我们进行的是预录 那我跟阿滋已经把它预录好了 在下个礼拜一元旦的晚上六点 你一样会听得到非得晚餐 你打开YT一样可以看得到直播 可是它是预录的节目 这一点要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就不做现场直播 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政策的关系 我们用预录方向跟大家谈谈 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个 一些原则啦 一些不分区立委也蛮乱 我刚刚提到说像韩国瑜 最近变成民进党攻击的对象 民进党做了一个很叉叉的广告 我今天节目不打算谈那个 我们待会后面安排内容 没有这个东西 选战都是丑陋的啦 当然这个就是民主选举的一个 像美国也是一样 日本也是一样 最近日本的内阁的那个丑闻 他这个民主制度 他有优点也有缺点 任何的选举制度 任何的政治制度 不管说内阁制 总统制 你说社会主义也好 共产主义也好 或者说你说这个民主的这些 他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 每个制度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 我们要想办法去综合他 去改进他 那像我们的民主选举 选到这么low的地步 其实是很令人忧心的 就除了我刚刚讲说 网络啦 网军的这个猖獗之外 你看连民进党这么大的党 他都可以用这种 他觉得羞辱韩国瑜没有关系 他觉得去抹红韩国瑜 抹红国民党民众党是无所谓的 是由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堂而皇之的带领 民进党的人这样子的去操作 所以我刚刚在TPBS讲说 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礼拜 就是赖清德当选 赖清德带领的谁呢 赖清德带领的沈柏阳 万老师 王毅川 这些民进党的这些区立委 跟部分区立委 然后赖清德当选总统 你可以想象 后面的四年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他给你的是什么 就是仇恨 对立 逢中必反 抗中保台 就赖清德的风格 你可以想见嘛 我没有任何的抹黑跟抹红 任何对民进党有初步理解 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帮我作证 我讲的是真的 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 他的 所以我说你会怀念蔡英文 你觉得蔡英文这八年是倒行逆施 我不能同意你更多 可是我告诉你 赖清德是更烂了 他是更偏激的蔡英文 更扭 你问谢龙介就知道 赖清德是很 你看他处理万里那些事情就好了 他民调投过了 来 那是我们来从第一标开始来 大张的那张来 我今天给大家看 这是TVBS下午公布的 这个选前两周的最新的民调 那刚刚有朋友问我 把我问倒了 就说这个T台的这个民调 是不是封关民调 这整个把我问倒了 我没有去问T台 虽然我T台有很多老朋友在里面 我刚才从T台开车过来 那我也不好意思问 我不要去管人家公司的内部的事情 我就做好我来宾的本分就好了 所以T台内部的事情 我从来不过问 我也没有资格问 我不是T台的员工 我是去T台打工 也非常感谢T台 这个每天给我曝光的机会 但是我不会去 我要问还不简单 但是我不问 那这个今天公布的这个民调呢 我们看到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赖清德是37 侯友宜是33 柯P是22 这是今天下午公布这个最新的民调 那相较于这个12月21号 就是一个礼拜之前的这个民调呢 当时赖清德是33 今天是37 所以赖清德微幅的上涨的4% 33变37 侯友宜上次是32 这次是33 所以这个也都在误差范围 32 33 那柯P呢上次是24 这次是22 其实也在误差范围 所以说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呢 他们的这个民调便没有太大的起伏 在T台这个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哦 他上次调查是21号嘛 今天是这个公布的是28号的嘛 所以是隔一个礼拜的这个这个民调的这个数字 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 照T台这个民调呢 赖清德跟侯友宜还在误差范围内 赖清德领先他四个百分点 还在误差范围内 但是赖清德是往上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从33 8到37 赖清德在这个礼拜 就是赖皮疗的事件一打再打 可是对赖清德没有影响 他民调就待会会待会广告回来 给大家看另外两个民调 好不好 你就可以看到赖清德领先的趋势 好我们先进广告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我们刚刚那个call in抽奖奖品 已经这个顺利的送出去的 恭喜台中的郑先生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进行2023年的 最后一集的非得晚餐 那后面再跟大家谈谈这个民调 因为下个礼拜就不能再谈 下礼拜三啊 1月3号下礼拜三之后 就封关了 就不能谈民调了 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的研判了 T台的民调是做到昨天 他的调查时间是22到28 好跟我一般做民调又不太一样 他这比较有点像是 周间在做的民调 22到28 那明天有总统大选的辩论 总统的辩论 然后元旦是副总统的辩论 那这两场辩论之后 1月3号就我讲说 民调就封关了嘛 所以明天是12月30号是总统的辩论 然后1月1号元旦是副总统的辩论 总统跟副总统辩论各只有一场 总统的政见发表会 这待会我跟大家谈的 三场已经结束了 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 只有一场也已经结束了 所以剩下就是两场的辩论 那你说总统辩论跟副总统辩论 会不会有什么火花 会不会有什么针锋相对什么的 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因为明天会有媒体提问 媒体代表的提问 这个就我之前的了解 他们候选人之间的交互结问的流程 很像是没有 所以当然没有关系 我刚刚要跟大家报告 就说我的研判是 T台跟譬如说联合报 我们经常看的这美丽岛电视 滚动是民调会继续做之外 在下个礼拜三 1月3号的时候 各个民调都会再出炉 就所谓的封关民调 我认为T台还会再做一次 主要的 我主要的推论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那两场辩论会 明天有一场总统的 然后1月1号元旦 礼拜一是副总统的 这两场的辩论会 因为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明天后天 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还会在做造势 造势活动什么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规定是 选爸爸规定是 选前的10天民调封关 所以我认为在下个礼拜三 还会再有一大堆的民调给大家看 但是我个人我会比较倾向就是 我个人最跟大家 这个推荐的T台的这个民调 好我们来看这个 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数字 TVBS今天公布 民调赖清德37后 以33克文哲22 那我请阿智做的这个小图呢 你可以看到从中选会的登记 11月24号之后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从中选会 11月24号 T台总共到今天 做了四次的民调 11月24到现在一个多月 他做了四次的民调 赖清德是34363337 34363337 赖清德等于没什么动啊 对不对 34363337 他没什么变化 我们看侯友宜 313232333 31323233 也没什么变化 我们看科匹 23222422 也没有变化啊 你如果照T台的民调 来看经过的中选会登记之后 花了一格多月的时间 这三个候选人 没有什么变化啊 这样大家懂我一些 这个是TVBS的民调 赖清德37 侯友宜33 柯文哲22 柯文哲已经被 拉开这个差距了 那侯友宜 跟这个赖清德差4% 这个还是在误差范围内 来 那这个有美丽岛那一张 来我们看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滚动式的民调 今天公布的是第100波 他们从7月开始做 每三天一波 今天是刚好是第100波的 这个滚动式民调 好 你可以从这个 这个民调上面看到呢 呃 这个跟刚刚T台完全不一样 赖清德是40.2 侯友宜是28.7 柯P是18.4 好 换句话说呢 在美丽岛电子报的 滚动式民调 侯友宜是已经 输给赖清德超过10% 这已经超出误差范围了 好 那我在画面上 我画的这条红线是什么呢 这条红线就是第78波的时间点 第78波的时间点 就是11月24号中选会登机那一天 就是我画红线的那个点 你可以看到从画红线那个点 这个整个赖清德跟侯友宜的 这个部分呢 柯P我就不谈了 这个柯粉很凶悍 柯P就是一路往下 在20%以下徘徊 那我们看赖清德跟侯友宜呢 侯友宜是往下的 你如果看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 这个民调 侯友宜是往下 所以他今天公布的数字是28.7 赖清德是往上 赖清德又回到40%了 他的支持度是40.2 这个已经被拉开了 如果你看这个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已经输了 而且输的还蛮多的 输的在误差范围外了 好 这不同的民调我们给大家 因为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T台的民调 他做的是双底侧 也就是说呢 他手机做的536 四画做的538 他总共做的1074的这个样本 他的95%的心情最准 正负无差是3% 3.0 正负3.0 所以美丽岛电子报 他是全四画 那T台是手机一半 四画一半 好 这是不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去批评 那个日本的教授 你看他的母体 他的样本都不一样 做出来的数字是不一样 你不能把两个民调 加起来除以2 那会很好笑 对不对 因为我的调查方法不一样 T台是手机一半 四画一半 美丽岛电子报 他是全部都是四画 那你这怎么可以加起来的 当然不能加起来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来 这我们会换游英龙的民调 我们今天游英龙的台湾民进 因为他隔一个月才公布民调 这个我觉得游英龙 这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游英龙他上次做 这个民调是11月21号 也就是在中选会登记之前 11月21号他做的这个民调 那今天是12月29 他隔了一个多月才公布一次民调 我也尊重游教授 但我不晓得他在想什么 好没关系我们看这个游英龙的这个台湾民进行会的民调呢 今天公布的民调赖清德是32.4 侯友宜是28.2 科批是24.6 那跟上一次比呢 这个游英龙的台湾民进行会 他11月的民调第一名是柯文哲 在他11月的民调第一名是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现在变成第三名 那原本第二名的赖清德今天变成第一名 原本第三名的侯友宜今天变成第二名 那为什么会出现 就是他隔了一个月才做民调 这样大家理解吗 台湾民意基金会游英龙的民调是一个月做一次 美丽岛电子报是一天做400份 等于是三天做一次 T台呢平均是一个礼拜做一次 那你要看哪一种呢 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游英龙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的这个民调他的调查方法 他是试化70% 手机30% 那为什么是73的这个比例 那你要去问游教授 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设计这个比例 好那你说这个比例对不对 还是说T台的一半一半对不对 我就试化一半手机一半对不对 很像也都对也很像都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调查方法不一样 那当他调查方法不一样 调查的时间也不一样的时候 他的数字自然就不一样了 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游英龙的这个民调呢 赖清德跟侯仪还在误差范围内 32.4跟28.2 这个还在误差范围内 他的正负误差是2.9% 那科P是24.6 这个就落后赖清德多了一点 这个他跟赖清德就在误差范围外了 但是科P跟后宇 他们两个第二名跟第三名是在误差范围 一个是28.2 一个是24.6 好那这个就是我刚跟各位解释说 因为不同的民调单位他执行民调的方法 调查方法 他的母体他的抽样通通都不一样 他连问的问题都不一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能把两个民调或三个民调加起来 除以二除以三 那个是逻辑上的笑话 千万不要犯那个日本 那个教授的那个大笑话 来我们给大家看那个看好度 来看好度 那这个就是比较伤感情的地方 这个看好度我有做一个简单的四舍五路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游盈隆做的 这个你看好谁会当选总统 不是你你要投给谁 是你觉得谁会当选 这题目不一样 第一题是问你说 你会去投票吗 你要投给谁 这个是支持度 这一题是问你说 你看好谁会当选 那在这个看好度的这个调查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最新的民调 看好赖清德会当选的是49% 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赖清德会当选总统 认为侯友宜会当选总统的是21% 认为柯文哲会当选总统的是16% 我刚跟各位讲我有做简单的四舍五路 赖清德是49% 接近50% 也就是说参加游益农调查的民众 有一半 几乎一半的人认为说 你觉得谁会当选总统 我觉得赖清德会当选总统 我不见得我会投给赖清德 但是我觉得赖清德会当选 这个叫做看好度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数字很悬殊 看好赖清德当选的是49% 认为侯友宜会当选人只有21% 认为柯P会当选的只有16%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不好 这个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好度 这么的天壤之别 这么的悬殊 当然我自己是很感慨 因为我们还有下个礼拜 这个我们下礼拜一 我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下个礼拜一元旦的节目 是预录的 但是礼拜二跟礼拜三 我们还可以再谈 就是1月2号跟1月3号 我们还可以再谈两天的民调 两天之后就不能谈了 封关之后再谈民调 谈一次罚50万 我可罚不起 说一次50万 那还得了 但我们会看到内部的民调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子 我们会看到他们 其他民调单位 他们不能公布 但他们会继续做 包括像T台 包括像美丽岛 我认为尤英东的基金会 他们也会继续做 但是不能公布 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 封关民调是不能公布 但是不是不能做 所以在1月3号之后 你可能在家里 或是在你拿手机 你还是有可能会接到 民调公司的电话 但是他只是不能公布而已 好吧 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吧 那我认为礼拜六就是明天的总统 这个辩论会 还有1月1号的副总统辩论会 就剩这两次机会了 因为他的抗好度的差别是这么大 你落后的人 我们就选举这个角度 落后的人他只能放手一搏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三名也是输 第二名也是输 这样各位听众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我输你2%也是输 我输你10%也是输 我跟你拼 你现在不拼 你就是四年之后再来 四年之后可能还有柯文哲 四年之后恐怕是没有侯友宜 侯友宜这是输的就GG的就结束了 你不拼就没机会了 那我不太理解说 不拼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放手一搏的 你没有什么在犹豫 我温良公减账的 我不要抹黑他 他也不要抹红我 我们要君子之争 你跟民进党选举 没有君子之争 我刚刚前面就跟你讲说 你看韩国瑜是怎么被羞辱的 你要跟民进党对抗 你看徐晓星这几天是怎么被骂的 我时间关系我都不谈了 徐晓星跟韩国瑜的部分我都不谈了 他们是民进党的眼中叮肉中刺 民进党欲把他们除之而后快 那你今天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你不跟民进党站 你就是被他拧过去而已 对不对 你现在是落后 你如果领先的话 我现在领先 我保守一点 我不要吐嘴 我希望明天就投票我就赢了 你如果是领先 我还没换 你是落后的 那你落后的 你不放手一搏 难道你要等着两个礼拜之后开票 然后你败选吗 到时候大家再来抓战犯什么的 我就觉得 这个很奇怪 来 这给我那一组换灯片来 我们换第二段的那个 那个第一标来 第二段的第一标 我也不晓得这个 是没怎么说 给我换灯片 谢谢 这个刚提到明天的 这个总统的辩论会 这个如果侯友宜要逆转的话 最后一集就看 因为我很诧异的是 电视政经发表会有三场 你现在看到我请阿智波的 这个换灯片是第二场 第二场就是赖青的火力全开 骂国民党骂侯友宜的那一场 那昨天是第三场 对不对 那本来suppose我想说 第三场侯友宜会不会有所 回应 因为你第二场 赖青的是第三轮的第三个 开骂国民党 所以虽然有国中生的那个悲剧 可是侯友宜他是有时间 有机会 是可以去回应赖青的 可是我要请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侯友宜昨天有反击吗 有吗 赖青的碾在你的头上 他把国民党骂了一顿 然后说侯友宜是门外汉 说侯友宜是局外人 侯友宜昨天有反击吗 他没有反击啊 那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我就不懂了 因为第二场证件发表会 你说我没有机会 那我承认因为赖青德是 在第三轮的第三个骂你 那你昨天有机会 你为什么不反击呢 那我要请问大家 明天有最后一场 辩论最后一个机会的 你要不要反击呢 我们常讲说皇帝不急 急死太监 我不是太监啊 侯友宜也不是皇帝 我没有什么要跟他什么 我也没那么厉害 我也不敢自我膨胀 我只是看戏的 我觉得很好玩 我看到赖青德火力全开 咄咄逼人 然后看到侯友宜站在那边 然后柯文哲像路人甲这样 我会觉得看这场戏 看得很奇怪啊 怎么一个总统大选 会选成这样子呢 这个我坦白讲 我也蛮佩服赖青德 我认为 原本是赖青德应该防守的东西啊 可是赖青德反守为攻 拿这个来攻侯友宜 我不得不称赞民进党 真的是会选举 待会广告回来 播话带给大家听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那再次跟大家做这个节目的预告 我们在下个礼拜一 2024年民国113年的 1月以后的元旦 是做特别节目 所以我们是预录的 那下个礼拜二礼拜三 是民调封关前 我们再跟大家做 中大选民调的 最后封关的分析啊 我们下礼拜再进行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这个明天有 唯一一场的总统辩论会 侯友宜要不要出手 那已经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我当然 看他一路走来这样子 包括我从镜头上观察 这个赵仙 这个赵小康 老了很多 那个疲惫 那个真的写在脸上 侯友宜现在的那个模样 跟半年前模样 那天长之别 根本是两个人 这个选举的这个操劳 操累 真的是大家 这个很难想象的 像那个学姐啊 那个黄敬寅啊 他去年选市议员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雅虎TV遇到他 那我那时候低头在做iPad 他叫我灰文哥 我抬头想说 这谁啊 他整个人 整个黑掉 你知道吗 他叫我 我想说 你叫我是 我要跟你问好 还是什么的 他才缓过神 对哦 你是学姐 完全是两个人 那赛的跟黑炭一样 每天站路口什么的 这选举真的是太累了 那 我不是说我要去同行这些候选人 是说 我认为四年一次 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选举 选到这样 我是觉得很无聊 当然不是我害的 不是我造成的 选战不是我打的 我也没叫你去打赖皮条 我也没有叫你去打凯旋院 你去把柯文哲新竹的 那个停车场挖出来 我根本没兴趣 现在说柯文哲的妹妹 也有个什么农地什么的 这种无聊 那个不是叫选举 那个不叫检验 最近也有几个候选人的论文 被拿出来 说你的论文是假的 这不是跟去年 打零之间的论文一样吗 那打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说 论文可以用抄的 用那个瞎掰的 可是我们是在选举 我们的选举有进步吗 2012年打苏家泉的农舍 2016年打王儒璇的军宅 2020年打李嘉芬的农舍 现在打 何友宜的凯旋院 跟这个柯文哲的停车场 还有赖清德的万里 这个什么矿工老宅 什么这到底在干嘛 没进步啊 真的没进步 国家没进步 选举也没进步 都是奥伯在选啊 那我认为总统大选应该谈什么 这个来 这个阿智 你那个换单片可以重投一下吗 重投一下 我给大家听这个话 这个是第二场的 第二场的这个 政见发表会 后遗之工 这个一中的神主派 第二场的 阿智我们开始来 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第一大祸害 就是国民党时报 一个中国的神主派 造成国家认同呼吸 影响国内的团结 认同分歧 影响国内的团结 我跟各位讲 昨天是第三场 赖清德 继续讲 他完全没有收手 他继续讲 你刚听到是第二场的 我现在播第三场给你看 第三场 昨天的 另外三组当中 我也是唯一一组 走信赖台湾这条路 他们两组 都是秉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接受九二共识 一个是喊 两岸一家亲 都是走回 依赖中国的老路 阿智我们进第二标 进第二标 这个 这是昨天的 他第二场第三场 你看赖清德 他 我跟你讲 最好玩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很不高兴 他后来骂赖清德说 我哪有接受一中原则 我看了 我实在是不太想骂柯文哲 因为没什么必要 柯文哲你有看过 中华民国宪法吗 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中原则 你们三个在选总统 你们在选什么东西 给我侯友宇那张 你现在看我请阿智换照片 是侯友宇在昨天政见发表会之后的记者会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又不让记者提问呢 我不晓得侯友宇跟他的团队在想什么 记者会这么多记者在 那是你 你去问吴中宪 看我是说那个综艺天王啊 那个local king 你去问献哥看我讲的对不对 献哥如果看到满坑满谷的记者 记者在你觉得吴中宪会掉头就走吗 吴中宪一定是麦克风抓着死都不下来啊 现场记者你怎么都不回答呢 我昨天看很像只有柯文哲在回答记者的问题 你们两个在干嘛 赖清德是领先的 赖清德不回答记者的问题 我也就算了 侯友宇你也不回答记者的问题 你是在想什么 这个是会后的那个记者会 你看侯友宜这样子 温良公俭让的样子 我播那个话带给你听 来阿志给我第三标 你听听看侯友宜讲什么 侯友宜他前面在讲ECFA 福贸贸贸贸 后来他话锋一转我就听不太懂了 那因为不能我一个人听不懂啊 我要让大家都听不懂啊 怎么可以我一个人听不懂呢 我要让大家都听不懂 只有18秒 你听听看侯友宜在讲什么 两岸要一个注度性的贸易 协商的机制 确保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潜移 我没有在台 台中在做生意 我也没有贪欧 所以不要再来挂 说这个就是说 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这什么意思啊 他前面不是在讲ECFA吗 什么贸易制度什么的 他后面为什么突然讲说 我没有在大陆做生意 我也没贪污啦 贪污 我没有贪污 我没有在大陆做生意 我没有贪污 然后不要讲我是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他在讲什么 你听不懂啊 我再给你听一次 来来来 看你有没有贪污啦 来 两岸要一个注度性的贸易 协商的机制 确保台商 在大陆的投资潜移 我没有在台 台中在做生意 我也没贪污 所以不要再给他挂 说这个就是说 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他后面变台语了嘛 我没有在大陆做生意 我也没有贪污 所以不要再说我是 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这是什么 聊天室的朋友 我们2023年 最后一次的飞碟晚餐 水塘考开始了 我已经播两次了 你有听懂侯友宜 刚刚讲什么 请你打三个一 你如果听不懂的 请你打三个零 好不好 这样子会不会太 再播一遍好了啦 因为我怕大家 这个读书都读得不够多 我再播一次给你听 播第三次的 你如果听得懂侯友宜 在讲什么 请你打三个零 你听不懂的打三个零 来来来 两岸要一个注度性的贸易 协商的机制 确保台商 在大陆的投资权利 我没有在台 台中在做生理 我也没有贪欧 所以不要再来 说这个就是 说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统一的中国 跟红色的中国是什么 你有听懂吗 有人听得懂 哇 哇那这个这个 麦克尔杨 你程度这么差 完全听没有 叫你念书 你不要 每天打电动 每天追剧 叫你减肥 也不要 播三次给你听 你听不懂 蔡香兰你也听不懂 你每天来上课 你这样听 什么叫做 红色的中国是什么 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你听不懂闽南语 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 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那你前面不是在讲 ECFA吗 什么两岸的贸易 服贸贸贸 要制度性的协商 保障台商的权益 什么 这个我也没意见 你为什么突然讲说 我没有在大陆做生意 我也没有贪污 不要说我是统一的中国 红色的中国 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看没有 我不太懂 何有瑜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有第四标 你可以从这两次 第一次就 第一个政见发表 第二次跟第三次 賴清德他是 所以我刚才讲 賴清德本来 因为我们的宪法 就是一个中国 两岸人民关系条 第一次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人民关系 他是一国两区的概念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那賴清德 在供一中原则的时候 侯仪跟柯文哲 你们怎么会在看戏呢 所以我刚刚说柯文哲很好笑 柯文哲说 我没有接受一中原则 那你不接受一中原则 是什么 是一边一国吗 一中一台吗 两个中国吗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没有在关心赖皮疗的 我怎么会去谈赖皮疗呢 我的逻辑一直很清楚 我要谈大海啊 我四年一次可以把 因为你们三个里面 有一个会是总统啊 你们要把国家带去哪里啊 那不是一个中国 那是什么呢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一中一台 还是两个中国 我们到底是要变香港 还是变乌克兰 我不晓得你们在干嘛 賴清德说 不能接受一中的原则 国民党的最大祸害 就是一中的原则 那阿智回那换灯片给我 那个賴清德换灯片 那你怎么攻击 那你当 賴清德他 在总统政见发表会 批评一中原则的时候 国民党是一片沉默啊 在场的侯友宜 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 当过总统的马英九 赵绍康韩国瑜 你们都沉默啦 难道賴清德讲的是对的吗 国民党给台湾的最大的祸害 第一个祸害就是 死报一中的神主牌 国民党带给台湾社会的 第一大祸害 就是国民党死报 一个中国的神主牌 造成国家认同呼吸 影响国内的团结 所以这影响国内的团结哦 一个中国影响国内的团结 那就不是一个中国啦 他民调领先 造成大家认知的 认同的分歧 所以一中原则是错的 国民党死报一个中国的神主派 所以宪法也是错的啊 你看赖清德跟高家瑜 他们民进党的逻辑是一样 他们认为宪法 我跟讲民进党很好玩 但是其实是独派传过来的 他们说什么呢 中华民国宪法 是在中国制定的 在大陆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不适合台湾 真有道理 他讲的前半段是真的 中华民国 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宪法 制限的时候 制定宪法的时候 的确是在大陆啊 那我请问大家 中华民国建国在哪里 中华民国是怎么建立的 中华民国在哪里建立的 在哪里建国的 也是在大陆啊 中华民国宪法 在大陆制定有问题 那中华民国在大陆建立 那中华民国也有问题的哦 所以我就告诉你 赖清德 蔡英文 高家瑜这些人 他们根本不认同中华民国 他们也不要中华民国宪法啦 他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借壳上市嘛 假装我在捍卫中华民国 啊台湾是主权独地的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啊 那个其实就是台独啦 是软性柔性的台独啊 那应该去捍卫这个事情的人 是谁 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的 怎么变成是我在捍卫呢 当赖清德在攻击马英九的时候 侯尔宜为什么不辩护呢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就爱电你 U.F.O. by bwd6